真言二十六章二十一节 好真敬的人善或争端 就如与火加炭 火上加财一样 真敬原文是争吵纷争的意思 一个好真敬的人 就是一个喜欢争吵纷争的人 这样的人只会三风点火 火上加财 火上加油 带来纷争扰乱 圣经教导我们不要争敬 而耶稣本身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九节说 他不争敬 不喧囊 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耶稣就是不争敬最好的榜样 这次是最好的榜样 并非打算